家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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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略着我在手中 这美丽的家园属于我们的天空 Just go Just go Just go 家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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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阔的广场 挑高的设计 还有上上下下的手扶梯 总共有11个月台的大阪车站 是日本关系地区最大的车站 每天进出高达百万名次 车站不再只是车站 包括铁路 捷运市地下铁 商店街 百货公司 饭店设施都有 大阪车站堪称是 共购设计和复合式应用的代表 郑区整体开发的效益还高于预期 将一市铁路高架化是都市更新的重要契机 市长铺民会带队考察 备会大阪市市长松井一郎 听取大阪市政府都市规划局简报 了解大阪车站所在地的美北一起开发 和大阪府南边的阿贝也 世界地再开发案 嘉义市即将也会做铁路的高架化 还有对于城市的城市的一个都市发展的一个规划的学习 我想我们今天带着同人就是来取经的 来彼此有更多的交流 2020年奥运将在东京举办 2025年世界博览会在大阪登场 有上一次东京奥运是1964年 六年后的1970年 世界博览会也在大阪举行 一直想追上东京都的大阪府 透过都市计划更新 重要硬体建设 争取国际档型活动 提升城市地位 有着大面积的绿地与植栽 看起来像公园的地方 其实是日本神户相当著名的幸福村 占地205公顷 有50个家子圆球场那么大 它距离神户市区只要25分钟车程 每天都有公车开到这里 民众来到这各自往目标前去 因为整个幸福村包括老人安养照护机构 老人大学 综合中心 饭店 健身房 游泳池 温泉 马场 高尔夫球场 汽车露营场 农场 果园等等 共有35项设施 但设施目标不分年龄层 是一个通用设计的综合型圆区 通用设计的概念那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融合 我想其实未高龄者未身上者最重要还有一般人都能够进入 甚至不一样年龄层都一定进入 可以有互动交流 而不是把它这个圆区化起来 只单纯否一个单纯的一个目标对象 那我们觉得在社会越来越需要融合的时候 又更多的交流 让大家彼此更有同理心 然后更通融的在一起 这才是属于真正的幸福 幸福曾由日本政府建设开发 在伟游民间管理 只是构想到正式营运就花了20年 今年营运满30周年 2018年的入院人数大约是184.2万人次 园区设施采使用者付费 但每年还需要日本政府补助约10亿日币 嘉义市长黄敏会率谈考察吸取日本经验 思考如何因地质疑打造适合嘉义市的幸福村形态 慢慢来 慢慢来 很轻轻的支援你支持你 遇到爬坡会自动加速 遇到降坡会自动减速 这是行走动力辅助器 还有协助自闭症患者学习互动 安抚失智症患者情绪的娃娃 这些都是融入机器人设计的长照产品 你放在那边不去动它的话 它就会一直哭一直叫 所以主要就是要人去把它抱歉 全日本有六个国家级医疗研究机构 四个在东京 一个在大阪 另一个在有科技重症背景 生产丰田汽车的艾滋县 嘉义市长黄美辉参访 艾滋县日本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 了解他们对于高龄衰弱 失智症研究 治疗 居家照护等经验 还参访由丰田企业协助推动的 艾滋健康广场 回国后有力带动嘉义市高龄产业的发展 让我们更进一步看到 它对于失智者或者衰弱者 相关的一些 无论是物理的治疗 或者一些相关的新的观念 我想都给我们 可以提供给我们许多的参考 我想呼吁政府 我们对于这一方面的一个研究 应该考量 以这个地方为重镇 为重点 能够在这边不但是研发 也可以因应未来各个县市 台湾所要面临的高龄化的危机 而这些危机 我想我们的嘉义市的脚步 一直都很快 市长红美辉表示 日本人口高龄化 比台湾早也更严重 在长寿医疗领域是亚洲领头羊 而嘉义市医疗资源是全国第二 民国一百年就成为 高龄友善城市的全国示范城市 故意是中央投入资源发展 国家级健康产业的首选县市 继续的 knock 您没有 sistem 继续的记者 林森 谢谢大家